各位同學好,歡迎來到Phonyphonic自然音標的課程 今天David老師要為你介紹的是 本日的每日一次vocabulary of the day 好,今天每日一次我們要先找到一個標題 我希望同學們如果想要學英文的話我們都可以每天找一個單元我們來做個複習 好了,那老師通常比較喜歡去找一些文章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打www.wikipedia.org 找到wikipedia之後的網站 老師希望你先按一個英文 English 好的,我們就可以看到今天的文章的主要 我們看到的在左上角from today's feature article 這個就是我們每天如果沒有特別的事 老師一定會在這邊找一組單字 我們來做一個發音的練習 好,那我們今天要做的這個字是什麼呢? 好,我們看到我們今天的第一個單字在這個地方 我們今天要學的這個單字就是這個 amateur cricketer 好,那我們要怎麼知道這個字該如何發音呢? 它的拼音方法是amateur cricketer 好,所以這個字也不是非常常見的單字 好,我們的發音叫為amateur cricketer 首先我們可以找找看我們在線上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可以讓我們查查看它的發音方式 舉例來說,有兩個字典是大家通常比較常用的 美國人我們通常喜歡用longman longman dictionary d-i-c-t-i-o-n-a-r-y 好,當你打Longman dictionary 在你的Google Chrome 老師比較喜歡用Chrome 所以,查字的話會比較快一點 查資料 當然,有人喜歡用IE或之類的 都是個人的選擇 不過,老師偏向用Google Chrome 來去找我們的資料 所以,當我打了Longman dictionary之後 你可以看到Longman dictionary online Longman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 好,我們按了之後 你就會到一個網頁 你可以查它的發音方式 或者一些訊息 所以,我們打M-r-p-e-u-r M-r-ship 當然 你可以看到這個 當我們打到這個字的時候 它有一個列表 A-M-A-T-E-U-R A-M-A-T-E-U-R 這邊有個解釋 當然,它上面是一個有廣告的網站 OK 所以,我們看到A-M-A-T-E-U-R 好,同樣 老師,現在在改內打第二個 除了Longman以外 我們還有什麼字典選擇呢? 音式的話 通常我們偏向用Oxford 所以,我就打O-X 等一下 O-X-F-O-R-D O-X-F-O-R-D 同樣,也是Dictionary D-I-C-T-I-O-N-A-R-Y 同樣,你打了Longman Dictionary Oxford Dictionary 這邊一樣,有個網站 連結 我們給它點進去 同樣,你也一樣可以去選擇 在這個地方 我們一樣也打打打打打一下這個 Amateur 好 我們一樣打 Amateur 進去在這個網站 A-M-A-T-E-U-R OK,它一樣有解釋 不過,你看到這個左上角 我們看到這個,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它有個選擇 你要選English UK 還是English US 請你記得 如果你是要選美式發音時 請你選 第二個選下 US 就是美式英文 那當然 在拼音上的方式 會有一點點差別 所以我們來看看 Amateur A-M-A-T-E-U-R 好,我們再打一次 再來,再試一次 A-M-A-T-E-U-R 一樣我們再做一下Search 再查一下單字 OK,一樣 這邊有些 A-M-A-T-E-U-R 好,今天這兩個單字 老師先簡介一下 怎麼使用 Longman Dictionary Online 或者是我們的Oxford Dictionary Online 這是我們的第一次 當然我們 我們每天都可以找個 Article of the Day Article of the Day 就是今天的標題 今天的最注釋的標誌文章 好 那我們今天要學的這個單字 就是A-M-A-T-E-U-R A-M-A-T-E-U-R 好的 好,我們現在來回到 剛剛的注解的地方 好,老師現在要利用我們一個自然發音的 或者我們 以及音標 二合一 也就是我們今天 老師要用我們的 Pholyphonic 來解釋 怎麼一樣 你為什麼知道這 A-M-A-T-E-U-R 他要念A-M-A-T-E-U-R 第二个叫amateur 第三个叫amateur 这三个念法都不同 一个是amat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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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发现这个念 这个念t 这个念ch 这个念t 这个念d 要注意这个标法 是新式的标法 那我们现在再来带下一个 Longman的标法呢 有没有注意看它是amateur mateur 当然Longman的这个标法 有没有注意到它并没有音标在这个地方 没有音标 所以一般来说 有很多同学没有看到音标 根本也不会念 所以Longman在线上字典的时候 在线上字典的时候 一般同学是没有办法了解该怎么发音 再回答刚刚讲的第二个单词 click it click it 有没有发现它两个都标 异音 也就代表这其实也不是一个完整的这个 如果你到它的线上去查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不是一个标准的IPA的这个音标 它不是一个标准的IPA音标 所以你会用吗 这也是一个问题 再来下一个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示范 crick it crick it crick it 所以我们这样的分开这个念 c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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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轻音标 it 最后我们来个双音 crick it crick it 像如果我们用lone man的exam coach 这个dictionary 那它就会写amateur 它在amateur的地方有没有看到它一号标示 二号标示 三号标示 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有个金钱符号 在这个地方金钱符号 意思就是说这个符号才是美国人的偏向的主要的念法 所以我们用金钱符号后面 后面呢它就写am mer chure amat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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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以发现在音识的标法时 它是 它是 am mer mer t 啊 也就是它标一个am mer t 这样子的标法 或者也有部分的人会念 am mer chure amateur amateur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在美识跟音识的差异性在第一个音标时 第一个定标 一个是这样标 一个是这样标 那当然这就一个极大的差异性 不过老师现在要先跟你讲了一个重点 为什么 啊 啊 啊 那记得大部分在ti 啊 我们讲ti或te 的这种啊 这个根啊 这个念法是ti或te的时候 啊 很多美国人因为 啊 他习惯发 或者是 这样子的音 把它带过去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美式念法 所以T-E-U-R 在美国人 他就跟T-U-R-E 念法会是一样的 因为UR跟RE 或ER 都可以念R 在字尾时都可以念R 或者我们讲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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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这样子念 所以在字尾的T-E-U-R 跟T-U-R-E 其实念法都一样 都可以念C-C-C C-C C-C C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音 除了把它拉成物音的时候 就C-O про ア h över 所以再来一样 我们再来看一下 amateur 跟着老师来看 amateur重音在低音节 重音在低音节 所以母子音 所以第一个念短母音 第二个 音节的这个A 是一个轻母音 所以我们给它一个W 那最后这个是我们讲的一个 Ch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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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双 有一个双音 把它变成一个乌尔这个音出来 把它乌尔变成这个音 那T1就是特殊音 T1特殊音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 Diagram变成Ch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二合音 所以这个T加1 1不发音 T加1 1不发音 转换成一个Ch 然后U R我们变成一个 若母音的Ur Ur 再做一个结尾 一个Ur的这个 两个轻音 做一个结合 所以它是一个短音轻音轻音的组合 也就是它是一个短母音 加轻母音 再加轻母音 做一个收尾的一个结合 也就是 App Ur 以及Ur Amateur Amateur 尤其在T的地方 我们发个Ch 的音 Ch 的音 好 那Cricketer Cricketer就比较好玩了 我们C-R-I-C-K E T-E-R Cricketer 一样 一样 我们看它的 落在它的分 它的分结的地方 在Cricketer E-R 所以我们先来看 我们刚刚看 一般的不管是O-E-R-O-R-I-R 我们讲E-R-O-R 或者我们不管是A-R也好 如果在结尾 结尾 A-E-I-O-U 配上R的时候 很有可能 它都会发出一个 R 也就是R的一个收尾音 R 所以加上T 就是T-R T-R T-R 这样T-R T-R 那就是代表是 那我们知道 E-R 就代表 做什么样的事情 某种人嘛 所以 它这个很好玩 也是应该什么 我们看这个音节前面 落下一个拇指指 落下一个拇指指 拇指指 Z加C加C VCC 所以这边是一个什么 短母音 I的短母音就念E I的短母音就念E 所以C-R I-C-K C跟K 两个其中一个不发音 另外一个念K 所以我们就念 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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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念法 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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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 我们又出现了一个E 在这个第二音节的这个地方 所以第一音节是有个重音在第一音节 所以在我们第二音节这E的地方呢 我们再用一个落母音的方向来方式来呈现 所以它又是一个E 所以C-R 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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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后呢 我们看看最后一个T-E-R 所以我们把这个T往前移一下 把这刚才写的位置有点过头了 所以C-R C-R C-R 最后一个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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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T-R T-R T-R 好 来做一个收尾 所以就C-R C-R 那它的表现的方式 就是一个短母音 配上一个七母音 再配一个七母音 两个七母音做收尾 跟刚刚一样 我们看上一页也是一样 两个七母音 乌尔 乌尔 所以两个W 两个七母音 乌尔 C-R C-R 来做一个 收尾 所以今天的 最重要的 单字 就是我们的T-E-U-R 可以念 T-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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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及我们的T-E-U-R 我们也可以念 T-E-U-R T-E-U-R C-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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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U-R